在抗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啊 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国际社会啊通报疫情信息 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早在1月3号 相关部门啊 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做出研判后 就向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 有关地区主动通报 在分离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后 1月12号 即向国际社会发布 在这期间啊和之后啊 中国有关部门一直与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 保持着交流和沟通 中国从1月23号 关闭了离开武汉的通道 从那天起 每天都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 发布有关疫情的重要信息和防控措施 这些信息啊 不仅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支持 也为世界防范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你说如果说中国隐瞎疫情 导致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 是毫无道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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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